撒拉安娜一鼓一惊 古代式出生卑微的家庭教师 现代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演员 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 正在英国小镇莱姆拍摄 女主安娜饰演的是一位名叫撒拉的孤独女子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繁荣又保守 撒拉虽然出身贫寒 却受过教育 她曾爱过一位法国中尉 又因价值观念不合而分手 由于撒拉常常孤身一人凝望大海 莱姆镇的人以为撒拉对旧情人念念不忘 于是给了她一个灭称 法国中尉的女人 男主者阿尔斯来看望未婚妻 散步之际偶遇撒拉 撒拉的孤傲沉默和于世不容的事迹 引起了这位好奇宝宝的注意 撒拉被好心的牧师 引进至波塔尼夫人家里做教师 波塔尼夫人觉得撒拉凝望大海的习俗 赏风败俗 于是强硬地要求对方停止这种行为 然而撒拉还是偷偷地在海边散步 并且一次次地与再次采集标本的扎尔斯相遇 撒拉向扎尔斯述说了自己的遭遇 扎尔斯建议她到伦敦去 却遭到了拒绝 扎尔斯觉得撒拉可能得了忧郁症 向医生寻求帮助 此时撒拉却无辜失踪 好在她失踪前向扎尔斯悄悄递了纸条 上面透露出撒拉的藏身之处 扎尔斯来到纸条中说明的地点 找到了撒拉并劝说撒拉前往埃克赛特 还让自己的律师送给她所需的生活费用 在埃克赛特这两位情不自禁 坠入爱河的知情人一夜欢愉过后 扎尔斯吃惊地发现 撒拉竟然还是处女 一直以来她都在默默忍受着人们 对她的污蔑和误解 扎尔斯回到莱姆镇 提出要和未婚妻解除婚约 未婚妻的爸爸便起草了一份 侮辱人格的认罪书 并表示这份认罪书随时都有可能蹲爆 但扎尔斯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她想要赶紧和撒拉会合 然而撒拉却离开住所不知去向 电影即将拍完 扮演扎尔斯的迈克 身陷角色中无法自拔 可是她和安娜各自都有家庭 这份暧昧注定无疾而终 电影里的角色却幸运得多 在苦寻撒拉三年后 扎尔斯终于从律师出得到她的消息 并且知道她在一个温馨宽容的环境中工作 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扎尔斯前去质问撒拉的不告而别 而撒拉则仅九折二次的宽恕 并视前嫌的俩人终于走在了一起 本片拍摄于1981年 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 《法国中卫的女人》 并获得当年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的提名 电影画面清新 配乐优美 演技精湛 是一部不能错过的 充满欧洲古典美感的电影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吧了